西北的FMAP评选规则是否值得上卷 那肯定值得上卷 这不完全公式方案吗 你按这么整呢 一般来讲就绝手就远 或者说就说啥呢 组织后卫他更容易打 组织后卫出手他是比较谨慎的 尤其那样一种纯组织风格 他不怎么出手 出手呢都是极好的机会 这就是组织后卫他的特点嘛 当然组织后卫 真说这个打绝对的硬仗 好不好死呢 不太好死 你比如说面对广东 你看看赵地北发挥成啥样 打这个广萨能内来了 这个不是说贬低赵地北 而是说什么呢 是这个奖项一直以来评选的 他存在的问题 尤其你像这个公式化的评价 那这样一来你看没看到那个公式 他属于哪种公式 一体化公式 不是纯粹的高解数据 他属于是基础数据 进行一定的加权叠解啊 这种加权叠解啊 明显你只想看那公式啊 你只要说命中率高 你就占便宜 除此之外呢 你的助攻数抢断数 这块相对高点 你也是有极大有势 那你这么一选呢 不就是组织后卫吗 典型啊 所以你像真正的主攻手 进攻的那块球队的中流里柱 什么是主攻手呢 没有机会的回合 你也得站出来打 像这样的 他命中率就不太可能特别高 你像这个那谁啊 这科比布兰特2010年 你要是正按这套公式卡的话 非常有可能 最多保罗加瑟 他成为了这个总结下MAP了 但事实来讲 为什么没给呢 起码当时那一批评委 眼里是不如啥子 他了解 真正说谁是一支球队 最重要的球员 那不还是何比呢 同样道理 你像这个两队阵容大途 郭爱伦 其实他场均输出 就哪怕是总结赛20减 赵介还没到20减 你这玩意 你这凭整个平法呢 说的话是纯属扯淡的平法 你这种平法呢 就是倾向于角色球员 倾向于组织后卫 就典型的位置的区分了 不合理 这平法绝对是不合理的 应该说啥呢 挑一些 就是本身呢 有很强的媒体责任感的 这种这个评选的评委 去参与评价 对不对 而且尽可能的 广泛分发一些选票 代表一些这个大型的媒体机构 而且评选追踪的结果 一定要公开展示 你不能说长烈的 不能说暗中炒作 公开展示 有这么五六十票 第一次见集体你就投一下 看谁投的这个有问题 那你这个影响了整个这一家媒体的 公正性的 那球迷可能说也会有威势 这么个平法呢 比较合理 当然这个讲考虑到的 无足请重 毕竟就一组系列赛嘛 尤其你像今年的 打广萨 软式的 你知道吗 这个怎么讲 这组系列赛是最没很几量的 因此这就导致 什么叫总局赛美匹 打广萨 这叫总局赛美匹 看来讲不值钱 那广萨有啥实力 就今年呢 这组系列打得好 没用啊 这组系列打得好啊 硬仗是打广东啊 这就是要不准说 出现了一种倒挂了呢 之前那时候我一直强调的 总局赛美匹 为什么不值钱 这个原因就在这 NBA也同样如此 赵地委拿奖 没有问题 但是不得不说 你看郭艾伦 塞后发言 他也感觉泄气 这就啥玩意呢 常规赛美匹 次次的不给我 能力跟他摆着 次次的烂屏 这讲这严重影响了 西北比赛的供给力了 你就包括为什么说 今年呢 这个中国庆明报的发文 西北现在这个没有热度 没有话题 同时呢 没有悬念 这叫啥玩意呢 西北联赛 这凭讲 这值得上去 不能这么整 这么整呢 那球迷 他内心当中不受打击 那郭艾伦 最近三年 不得不讲 联盟当中 当自我会第一人 最近三年呢 打得多好 关键时刻硬仗 他比外援都看起来更可靠 打硬仗啊 结果的啥也落不了 你这叫啥呢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